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比亚迪的海豹 比如深蓝的SL03 但是这台车在尺寸方面其实挺有优势 它的车长接近4米9 它的轴距也超过了2米8 接下来我们会把核心的参数打在屏幕上 方便您做一个对比 所以说这台车在空间跟尺寸方面 服务家庭用户有比较大的优势 在设计层面最新上市的上汽荣威第七 有电双杀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两副前脸 在我旁边这台EV的车型 它采用了一个分体式的大灯 更像是一台新能源的车型 等而旁边这一台DMA式的混动版的车型 采用一个一体式的大灯 相对上两副面孔可以满足更多消费者对于车辆的需求 有了一套好的星云平台之后 智能座舱同样需要一个好的平台 那如果说中国自主品牌在智能化的鼻祖 那一定绕不开上汽荣威 最早跟阿里合作的这套斑马系统呢 到今天已经变成了斑马制型的一套系统啊 环抱式的结构很有沉浸感 而且在硬件配置层面前面两块大联屏 这个硬件配置还是不错的 最新的斑马制型的系统呢 它的整个设计的逻辑呢 和它的UI更像是我们在去使用派的 你会上手没有难度啊 而且在屏幕的一侧呢 像iPad一样给你留了一个Dock栏 你可以把你常用的功能放在里面 而且这里面的流畅度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能看到既然它跟阿里合作 那所以说呢 它是一套开放的平台 那这里面有很多我们能常用的第三方的应用 都可以自己下载啊 比如说这里面你看视频用的爱奇艺 听音乐用的网易音乐 喜马拉雅 这样的应用呢 随便装 只要是它有车机的版本 你就可以下载到我们这台车里面了 聊完了智能化呢 我们来看看这台车车内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风格啊 首先它这个搭配的方式我觉得还挺有高级感的 那比如说它大地色的一个主侧系啊 很有家居的感觉 那同时呢 在这里面装配的一些这个饰板呢 也是用了胡桃木的颜色 特别像是我们在家里面家居的一个沙发跟茶几跟电视的一种组合的方式啊 材质跟工艺呢 也挺好的 我们能看到在这个环抱式的座舱里面 真皮跟翻毛皮的组合是很多的 那同时我们能看到在这个门板处啊 这里面这些位置全部都用了这种翻毛皮的包裹 触感挺好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座椅的部分了 那其实现在都讲究这种零重力的座椅 这一台座椅呢 它可能不会像运动座椅一样的给你很生硬的感觉 因为它的填充物真的是挺柔软的 同时呢 它把它的坐垫的长度 然后和座椅可调整的角度 都通过我们现在消费者的需求做了一个调整 达到了一个同级非常棒的一个水平 目前呢 自主品牌的假用机轿车都在卷配置啊 前排 主驾 实相的调节 加热 通风 这些功能一应俱全 现在开EV车型有别于传统燃油车啊 中午在车里面睡个小觉是很多人的需求 荣为第七 这样的功能怎么能不给你安排呢 差异化的对待前后排的乘客呢 其实是很多厂商走的一个捷径啊 但是我们能看到第七呢 它是一个挺实在的品牌 前排座椅跟后排座椅其实没有明显的差别 而且呢 后排设计的角度跟填充物呢 我感觉会更加柔软一些啊 首先三名乘客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照顾 另外呢 三个独立的头枕呢 它的宽度呢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能看到它这个坐垫并没有去偷空间 我们能看到对大腿的程度还是挺好的 而且呢 它里面的填充物还挺柔软的 在整个的包边的位置呢 全部都是翻毛皮 这一点呢 提升了它的家居感跟高级感 前排我正常开车的一个姿势 这台车的腿部空间大概还有两拳多 头部空间虽然它是一台溜背式的造型啊 很多人会担心它的后排空间 真实的看看啊 还有一个手掌左右的空间 而且这台车的地台是全屏的一个状态 即便后排乘坐三个成年人 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舒服的空间 现在呢 很多新能源车型 好的也学 坏的也学 比如说被带偏了的全景天幕 可能看着挺炫的 但是夏天是真热呀 很多新能源的车主买车的第一件事 天窗贴膜要玩加格档 这台车呢 其实呢 更加的接近我们消费者实际的需求 全景的天窗 带遮阳亮 夏天用车也没有很多的干扰 整台第七的内饰空间给我留下三个比较明显的关键词啊 第一是高级 第二是舒适 第三是温馨 真正一台家用车的感觉营造出来 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次上汽荣威给我们准备的第七的两套的动力总成啊 这次有EV的版本和HEV的两台车型啊 那先来看EV的车型 EV版本的车型搭配两套的电池系统 其中COTC的续航里程呢 一套是510公里 一套是610公里 六合一的电驱系统呢 让这台车0到100公里加速时间仅需要6.5秒 相信这可以满足很多家用户对性能的需求了 另外我们来看看这台DMA式插电式混动车型的一个动力配置啊 那这台车首先它搭载了有一个1.5升的专用混合动力的发动机 同时呢 它的纯电的续航里程达到了125公里 亏电油耗仅为4.3升 综合的续航里程超过了1400公里 这个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里程焦虑症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给上汽荣威第七来做一个总结啊 作为星云平台的新车首秀啊 我们能看到上汽荣威品牌的转型的决心 这次纯电插混两台车提供给消费者 我们能看到真实的市场的需求得到的验证一个结果 难道这不是消费者真实需求的一个反应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车评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30秒董车李峰飞 我们再会